大家好,我是顾影曲红博士 很多人都以为改变世界的高科技只能靠数理化 其实并不然 材料学科也是前院学科之一 今天要说的是一位中国科大本科毕业 目前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做教授的天才 他主要从事木材纤维基的纳米纤维和纳米微晶的研究 最近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能够用谢壳做电池5个月完全降解 循环使用千次以上 这种可生物降解物质 用它做电池就不用顾虑还不还保的问题 这还不是他发明出的最牛的东西 它被称为美国的超级木材之王 比一般木材强度要增加12倍 而且更便宜轻巧 拥有更多的再生用途 可以取代钢材 这种坚固材料可以阻挡子弹 也可以用在汽车、飞机、大楼 甚至防弹衣上 胡良宾在研究报告中表示 新的木材材料将会成为钢材 甚至钛合金的竞争对手 非常坚固耐用 也可以媲美碳纤维 价格却更便宜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享受高科技的便利 却能够避免高科技对社会生态的污染 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才是真正的天才 你说的那样子吗 你说的那样子吗